歌席断交 管宁和华欣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俩成天形影不离 同桌吃饭 同踏读书 同床睡觉 相处得很和谐 这天可真热啊 是啊 出河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说的就是这个了 老天哪 可怜可怜我们哥俩下场雨罢 最好下场黄金雨 这还没到晚上呢 你就开始做梦了 知道啥叫美梦成真不 我当是什么硬东西呢 原来是块金子 什么 金子啊 金子 金子在哪里 哇 真是金子呀 太发光了 老天爷开眼了 难道真的听见了我的祷告 钱财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 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 不劳而获的财物的 这个道理我懂 那还不扔掉 过了几天 两个人把这件事逐渐淡忘了 你听 什么声音 古人有云 良耳不闻窗外事 一星之毒圣贤术 哎呀 你别扫我的姓啊 好像是什么人经过吧 走 我们看看去 哇 好气派的队伍 好漂亮的车 如果我也能像他这样 你刚才没出去看个清楚 简直太可惜了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 你要干什么 道不容不相为谋 我们俩人的志向和情趣太不一样了 从今以后 我们就像这被割开的草心一样 再也不是朋友了 人正的朋友应该建立在 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上 一起追求 一起进步 如果没有内在精神的默契 只有表面上的亲热 这样的朋友是无法真正沟通和理解的 也就失去了做朋友的意义了